哈喽大家好,我是 Debbie 今天我录这个新的Vlog 是有关于我正在喝的一个 supplement 它的名字是Alpha Lipid Lifeline 是来自于纽西兰的一个品牌 现在我是孕期三十五钟左右 我们看看我的肚子现在是很大厘力 还有多几钟我就要去生产了 主要它的成分是牛粗乳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无论是妈妈的粗乳还是牛的粗乳 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的高的 那以下我就大概介绍一下它的成分是有什么 然后为什么会对育妈妈那么好 外价呢其实在市场是226块 但是由于是我其实是从2015年就已经是 New Image这个项目 因为它还有其他的产品 类似SE2还有ShitBuff 这个是有助于我们的脂肪 给我们的build out我们的脂肪 给我们tuning我们的那些body shape 就是帮我们有瘦身的效果 那在2015年到2020年就是这五年当中 我都没有间断去停这个产品的 所以呢我是极力推荐这个品牌 我怀孕以后 protein还有ShitBuff呢 我就已经停了 然后我只是喝牛粗乳 它的成分其实就是一个粉状的 然后一天我只喝一次 就是150ml的水 然后一汤匙半的那个醋乳粉 然后ShitBuff喝就可以了 很多人问大概一罐呢 可以喝多久呢 其实一罐大概就是一个月左右 就是可以serve我来28天 没有我的member去购买 就是一个月是185块左右 那我觉得它的公司好处于什么呢 就是它们现在有一个就是promotion 不算是promotion 就是公司的一个政策 就是你连续六个月 你买同样的order 就是你第一个月到第六个月 都是买每个月一罐的牛粗乳 第七个月的牛粗乳呢 它是送给你的 所以我是每个月都order两罐 因为我在增产后期 我还是会继续不用这个牛粗乳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它对于我们 好像我们哺乳的话 因为我会生产以后 我会被哺乳的 所以呢 它是对于给宝宝的那个抵抗力 是非常的好 所以产后我也是会继续的服用 那它里面的营养呢 主要是提供就是有很高的那个calcium 因为你懂我们孕妇 当我们怀孕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多的盖子 而且在我们哺乳的时候 盖子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它是有1000mg的那个calcium 然后我主要我觉得它含有那个probiotic 是1 billion的那个csu 所以的probiotic probiotic就是给我们的抗体 就是给我们的抵抗力 因为孕妈妈初期很容易孕吐啊 不舒服啊 还是很容易平均 那我整个孕程你可以看 我现在是已经35周 那我也没有说有腰痠被痛啊 还是什么问题 所以我的四肢也没有说服 服肿的很严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可以推荐给 你想要被孕或者是你在怀孕 或者是你是一个普通人你都可以提供 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个成分 就给予我们的皮肤也很好的一个状况 就是因为怀孕的时候我们会黑色素沉淀嘛 就是我们的胱壁它是颈部 我们会有那种黑色的线条 对不对 但我对这个也是非常抗拒 然后我也是有阅读很多很多 关于这一系列的东西 然后我发现我喝了出炉以后 好像这个问题没有touch food 现在35周没有出现在我的身上 然后当然我也是有那个 涂那个认诚纹的那个pairings的那个牌子的 我也没有那个认诚纹的问题 所以至于皮肤啊 好像精神上 我都觉得不会有其他的孕妈妈那么憔悴跟累 所以我觉得这种supplement是可以 孕妇妈妈可以投资在自己身上的 那它除了是kalsium以外 其实它也是含有protein 然后还有magnacium iron vitamin C B3E B6 B1 B2 vitamin A folic acid folic acid就是很基本的 我们在备孕跟初期怀孕的时候 医生都会要我们吃的folic acid 它也是含有的 然后vitamin D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就是有助于我们失眠的时候 vitamin D是有可以帮助我们睡眠方面的问题 然后vitamin B12 这些都有 然后如果你是对于牛奶 好像乳糖是有敏感的 公司也很好 它也是有出capsule和tablet 然后你如果是很怕喝牛奶的人 你可以吃capsule或者tablet 都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是有去研读 就是买一些书籍去读一些 关于营养学的东西 那我知道市面上的很多牛奶呢 其实它们是有打那个荷尔蒙 那打他们的荷尔蒙 是激发他们的那个技术 让牛process更多的牛奶出来 那of course,new image before我去consume之前 我已经做好所有的research 而new image这个呢 我有research到 其实它的牛呢 是靠着火山地种的草 然后它是纯天然的 它也没有碰是任何的药物 然后那些牛是吃那些草额长大的 然后也是有经过ICR research 所以它是100%的安全 跟可以安心的服用 所以我就可以推荐给大家 上网做一些关于牛出乳的research 跟婴儿的一些报道 他们就说呢 牛出乳跟婴儿呢 就由于婴儿的免疫系统 它的发育才未成熟 所以需要借助外来的那些能力 来提高他们的免疫能力 从医学研究指出 出乳的IgG是唯一能通过胎盘 传给婴儿的抗体 母亲在孕期通过胎盘 及虎乳期通过乳肢 然后为给你的宝宝 得到最初的抗感染力 就是给他有一个 strong的immune system抗体 而这种抗体 将在婴儿出生后6个月 逐渐消耗 6个月后呢 婴儿会出现免疫力断层 抵抗力差的情况 直到12岁左右 然后他自己会用自己的身体 然后发育到他成熟为止 所以在这段期间 需要适当的补充免疫球蛋白 来提高免疫力 预防感染增强体质 增助长率 牛猪乳除了IgG外 还含有乳铁蛋白 乳清蛋白等免疫物质 还有大量的伸展因素和乳钙 可以促进幼婴儿骨骼成长 帮助身体能健康发育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给我们的鼻皮 所以他们的骨骼 在我们怀孕的时候 跟出世以后 就非常大的一个满足 那当然除了这个supplement以外 我还有没有去吃其他的supplement呢 是有的 然后我其实是还有吃一个multivitamin 然后我还是有继续吃foli acid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妈妈他们说 过了三个月以后的foli acid 就不需要吃 但我自己本身是觉得我需要foli acid 然后我是有还在吃foli acid 然后还有fish oil 因为DHA对于宝宝来说呢 它的脑部发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fish oil我也是有才吃 然后到生产以后 其实我已经是有购买一个lecharty 还有alpha farm 都是fromsharpy的 它的牌子的那个 价格不会很贵 而且我觉得我有群度 它里面的multivit是还不错 那这个我是还没有服用 然后我就不介绍给大家 那目前我只是从运气一开始 所喝的 然后吃的 我就推荐给大家 是我整个运程当中 是对我来说是有效的 然后我自己觉得是不错的 一些肠肥肤 因为在运气当中 有很多妈妈每次会感到很疑累 其实是因为你的body 就是不够那个营养 然后如果你是有腰酸背痛的问题 其实也跟你的那个 你吸取的那个vitamin cc相关 就如果你lap of calcium 还是lap of vitamin d vitamin k 这种的话呢 其实你会导致你经常会有很疲惫 然后如果lap of vitamin d 你会可能经常会有失眠的那个状况 所以呢 適当的去补充你的那些 supplement vitamin 其实在整个预期当中是非常重要 尤其你生产以后 你想要去喂乳乳的妈妈 我觉得你们更需要去注重vitamin 这个部分 因为你在帮你的奶每两个小时 在输出你的奶的时候 其实你的body是在sucks 你所有的nutrition 就是在吸收你所有的那个氧粉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 我怀孕的时候 我牙齿会流血啊 然后我腰会很痛啊 我的手会肿啊 然后我失眠很严重等等的所有问题 其实body就是给你一些sick啊 那其实你的身体在lap of 这个vitamin 还有你的hormone在改变 那在我阅读的一些research当中呢 其实看来是有说 其实cholestrum里面呢 是有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促进抗体的成长 刺激细胞生长跟修复 就是好像你有inflation 它其实是会帮助我们 在身体里面修复 然后促进儿童生长 那这个产品其实是 五岁以下的小孩不建议喝 然后五岁以上老人家孕妇 正常人都可以喝 其实它会补充我们 许多生活中需要的一些抗体 修复的那种能力 如果就比如说你刚开完刀啊 还是你的那个抵抗力很差啊 我为什么会接触到 supplement呢 是因为我在2015年的before 我一直吃很多的减肥药去让自己瘦下来 然后导致我的身体出很大的问题 然后一直进出医院 那after以后我就去读很多的营养学 跟研究很多关于健康跟细胞的东西 所以我在选 supplement的当中呢 会比较严格 也会比较清楚 Vitamins是for什么 然后什么会适合我们的身体 那of course就是 supplement就是一个辅助品 帮助我们日常生活缺少的一些营养 那在生活当中最主要还是你吃的食物 就比如说你要吃一些real food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怎么说呢 processing food 太多了 然后你需要吃一点real food 就像你喝橙汁跟你吃橙 你觉得吃橙汁跟吃橙汁 什么different 你会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的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关心跟阅读一下 然后对于你未来的宝宝 你要去给他们 宝宝长大六个月以后 你要去给他吃一些辅食品的时候 那你可以知道一些营养 它是不是可以吸收的 然后分量是多少 大概就是这样 那好啦 影片我就大概是分享到这里 如果有孕妈妈还是被孕的妈妈呢 你们是需要购买这个产品的话 你们也可以自己去私讯我 或者是email给我 就是我是可以帮你直接下单 然后寄到你的家 然后也不会麻烦 那如果你想要sign out for autoship autoship就是说 六个月你继续 order同样的一个数量 然后第七个月它是免费给你的 你也是可以跟我说 那就祝大家 因为妈妈们全部健健康康 然后宝宝健健康康 然后美美的到你的生产 然后到BB祖室 然后有任何问题 就可以在我的那个 YouTube下面的那个comment 留言给我 OK 那这个就是那个产品啦 好啦我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 记得subscribe我的频道 跟按上小铃铛 任何孕妈妈产后的咨询 跟瘦身的咨询 我都会在分享我的vlog里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